远远就能看到桥上不斷窜出浓浓黑焰 画面拉近一辆车起火燃烧 被橘红色火光包围烧成一团火球 19号下午将近5点新竹竹东 东科路桥往竹北方向冒出雄雄火光 车辆行径完全不敢大意 小心翼翼避开 原来是有一辆特斯拉电动车 不明原因突然自转护栏起火 不只车辆全面燃烧 就连右侧护栏也因为极高温度 被烧到融化吓得民众赶紧报案 下防火爆赶到现场 紧急布水线一个接着一个 跪在地上朝车辆涉水 火事18分钟后得到控制 一个半小时后才完全熄灭 而电动车起火状况频繁 加上锂电池会因为连锁反应 不断燃烧 如果一直用水灌就其实很难扑灭 因此消防队到场时会先将火势控制 降温再拿着这块大大的 可以重复使用的灭火毯 将整辆电动车覆盖住 同时持续洒水避免火势扩大 信号驾驶自行脱困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其实这辆电动车是驾驶租来的 损失部分得由租赁公司估价 不过好端端开车到一半 突然刺状起火 驾驶恐怕也是惊魂未定 TVBS新闻城市民和可言新竹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